关于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ID的谣言 有很多层出不穷 所以让我们把事情澄清一下 什么是新型冠状病毒 新型冠状病毒是一种新的冠状病毒 可感染呼吸系统 它在中国武汉市首次被发现 感染的传播方式 到目前为止 感染的传播方式尚未确定 这种冠状病毒在人类中的传播 很可能是由于人类与受感染动物之间的 密切接触造成的 病毒可以通过被感染者产生的细小飞沫 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 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 新型冠状病毒的症状可能在轻度到重度之间 包括发烧 呼吸短促 咳嗽 头痛 咽痛 治疗 治疗支持和重症监护措施是对此病毒的主要反应 因为目前还没有针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具体治疗方法 感染预防方法 避免与急性呼吸道感染者密切接触 做到新型冠状态 最后的信息来源 我们建议您遵守国家官方卫生当局发布的 有关新型冠状病毒的所有预防措施 不要跟踪或传播谣言 或任何未经证实的来源发布的信息 如需了解更多信息 请联系相关的卫生部门 请放心 您的健康安全 有保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